今天周五人气话题 带您来看到是高铁车票要涨价了吗 近期交通部核定了高铁最新基本费率 每人每公里从4.134元调高到4.313元 这是四年来首度调涨 也给了高铁票涨价的空间 试算一下台北到高雄单程的票价 可以从目前的1490元调涨到1630元 等于来回一算涨了280 对此高铁表示了交通部每一年 都会依消费者物价总指数的变动情形 来检讨政府核定的基本费率 至于票价是否要调整还要评估 搭乘高铁通勤是不少上班族日常 也是许多民众返乡首选 不过近期交通部核定高铁最新基本费率 每人每公里从4.134元调高到4.313元 是4年来首度调涨 也给了高铁票涨价空间 依照目前台北高雄票价计算 原本单程要价1490元 随着基本费率调高 试算票价将可调涨到1630元 等于来回涨280元 如果赔钱的话该涨还是要涨 你还有台铁要便宜的价钱 使用者付费 还是会选择搭台铁或是搭客运 如果台中的话单程票是700 可是如果搭客运大概是200多块 就大概省了500块 所以如果高铁票再涨的话 你就是就更不会去选择 如果只是通勤回家之类的 可能会有真的会有很大的负担 看看高铁通车后台北高雄票价 从2007年就已经是1490元 2013年曾调涨过一次 不过2015年高铁财务改革 票价又在降回原本的水准 如今基本费率调高 可能带动调涨票价 对此高铁说 每年交通部都会依照消费者 物价总指数变动情形 检讨政府核定的基本费率 至于票价是否调整 将考量营运成本 市场竞争及供需情形等 进行整体评估 报请董事会讨论决定后 还要再报交通部 高铁基本费率打涨价门槛 如果未来真的反映在票价上 旅客交通成本负担将有感加重 记者 宋老婆等